大家好,我是薛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感冒咳嗽几乎是我们每一个季节都会经历的事情 可能不少人认为 春季天气逐渐变暖,很少会出现身体健康问题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春天刚开始温度还不是很稳定 在穿衣上稍有不剩就很容易感冒咳嗽 子咳良方不仅仅是在冬天试用 在春季的时候也是可以派上用场 而说起水果,多数人都认为 水果生吃可以补充维生素C、矿物质等各种营养元素 但其实水果也是可以煮熟吃,还能喝汤 就像苹果,苹果煮熟了搭配这几样食材 可以子咳、润肺、化痰、清热、解毒 一周喝两次身体更好 下面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块橙皮 橙皮是一种很常见的中药材 不仅要用价值高 而且食疗效果也比较明显 可以直接泡水饮用 它的具体功效和作用 第一,橙皮可以去痰子咳 它含有丰富的挥发油和芳香类物质 可以疏张支气管、瓶喘止咳 对于感冒引起的咳嗽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第二,橙皮具有健脾开胃的作用 它可以帮助消化系统正常运作 增加食欲 促进消化液的分泌 提高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 第三,橙皮还具有磊气消食的功效 它可以舒缓胃肠道的紧张情绪 促进气血流通、缓解胃脏胃满、恶心呕吐 帮助消化系统恢复正常 第四,橙皮还具有疏干解育的作用 它可以调节情绪、缓解焦虑和抑郁 减少情绪波动、改善睡眠 有助于维护心理健康 第五,橙皮具有促进消化的功效 橙皮含有挥发油、橙皮带等特有成分 对于胃肠道内有轻微刺激性 可以加速消化液分泌 排除肠管内机器,提高食欲 橙皮当中含有的内柠檬苦素 还有助于加速肠道蠕动 有促进消化的功效和作用 橙皮解碎之后,洗干净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20克山楂 山楂是一种常见的水果 在我国被广泛种植和食用 它不仅具有良好的口感和独特的香气 而且在中医中被广泛应用 第一,山楂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具有抗氧化和美容的作用 维生素C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 使肌肤更加紧致有弹性 同时也能够帮助减少皱纹的出现 增加皮肤的光泽度 第二,山楂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有益菌群 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帮助排便,预防便秘 有益菌群可以调节肠道 菌群平衡 增加有益菌的塑料 抑制有害菌的生长 保持肠道健康 山楂还含有植物柔衰 具有收敛止蟹的作用 对于腹泻的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第三,山楂还具有降血脂的作用 它含有丰富的脂肪水和内黄酮化合物 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酸脂含量 预防血管堵塞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研究还发现 山楂可以增加胆固醇的排泄 促进脂肪的代谢 有助于控制体重预防肥胖 第四,山楂还有一定的调整食欲的作用 它含有丰富的糖类和有机酸 可以增加食欲 促进消化液的分泌 改善消化功能 同时,山楂还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作用 可以帮助清除体内的毒素 改善肝脏功能 第五,山楂还有一些其他的功效和作用 它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增强抵抗力 预防感冒和感染性疾病的发生 山楂还可以调节血糖水平 降低血糖浓度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此外,山楂还可以消除疲劳 提升洗脑 增强体力和注意力 山楂清洗干净 控水拉出 放入碗里备釉 接下来准备一根白萝卜 白萝卜是一种很常见的蔬菜 不仅味道清甜爽口 而且具有许多营养价值与好处 在日常生活中 白萝卜可以作为菜肴中的一种主要食材 它的功效和作用 第一,安萝卜中还含有硫化物等物质 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 有助于清热解毒 对感冒咳嗽的症状 有一定的缓解效果 第二,安萝卜中含有比较高的纤维素 可以促进肠道颅动预防便秘 帮助消化系统保持健康 第三,白萝卜富含维色素C 维色素B和微量元素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预防感冒和其他疾病 第四,白萝卜还被认为 具有降压降脂的作用 有助于调节血脂 保护心脏健康 对于肝功能比较差的人群来说 白萝卜也是一种良好的养肝食材 可以促进肝脏排毒修复功能 第五,白萝卜还含有丰富的甲元素 有助于平衡体内的电解质 维持水盐平衡 预防水肿等问题 白萝卜清洗干净 把它切成片 切好的白萝卜片放入一旁备柚 接下来准备一个苹果 苹果含有大量的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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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心等微量元素 具有降低胆固醇,改善呼吸系统 苹果的具体功效和作用 第一,保护心脏 苹果里的纤维果胶抗氧化剂 可以降低体内有害胆固醇 提高有益胆固醇含量 所以一天吃一两个苹果 不容易患心脏病 第二,健胃消失 苹果中的果胶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缓解消化不良和便秘的问题 第三,预防癌症 苹果中的多分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 尤其是苹果皮负含肋黄酮 可以预防结肠癌和乳腺癌 苹果清洗干净切成片 切好的苹果片放入一旁备柚 接下来准备一个砂锅 把这些食材全部放入砂锅中 加入适量清水,大火煮开,小火煮20分钟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 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小红心 非常感谢 时间到了之后,打开盖子 再加入适量的冰糖 把冰糖煮至融化 冰糖也可以清热润肺,止咳化糖 把冰糖煮至融化 就可以沉入碗里慢慢享用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您的订阅,点赞,收藏,准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